周二是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 提名听证第二天 每位参议员有半小时 轮流向巴雷特提出质询 巴雷特首先阐明他的司法理念 听证中共和党人提问 集中在巴雷特的资质 其法律评判是否会受个人或政治因素影响 而民主党议员则追问 他对堕胎评价医保拥枪等政策性问题看法 对于民主党声称 川普提名巴雷特是因他对评价医保的看法 及希望他能参与选举相关案例审判 巴雷特给予明确否定 巴雷特拒绝承诺将回避任何具体案例 但表示将严格遵守司法规则 专家认为这场听证 尤其是巴雷特的表现 给美国大众上了一堂生动公民课 对巴雷特的提名听证周三将继续进行 司法委员会计划在周四完成听证22号投票 民众对巴雷特的提名通过充满期待 新唐人记者王凯迪 金时 华盛顿纽约采访报道 7月山 본旅是结婚 Ai青北万人注意 8月1号投票 7月3日的提名联属